大家好,歡迎收看東網奇催節目,我是Yammy 疫情是約全球,不過年輕人的潮流換衣沒有因此停下 內地更興起顏植青年一池 此顏植非彼顏植,意思是只喜歡分享植物,用植物表達情緒的年輕人 到底植物在這些年輕人中,掀起的熱潮有多大呢? 我們一起去片看看吧! 其中植物熱潮帶來了另類商機 某平台直播更日拍賣網紅植物 其中核桃花燭單片葉,拍賣價達2萬元人民幣天價 折合超過2.3萬港元,引發網民熱議 據內媒報導,快智咒的都市生活下 種植物成為年輕人悶解生活壓力的途徑之一 並形成慶消費趨勢 例如黑桃花燭單片葉,IG流行的熱帶植物,快筋 以及切枝這類特色植物,正成為無數年輕人的新寵 亦逐漸次緩化 另一邊商,歐洲熱量持續 特別是錄得破紀錄攝氏40.3度的英國 很多民眾家都未有安裝冷氣機,TikTok興起床的解暑趨勢 不少人熱到在電風扇上綁冰袋,為滿意的住所自製冷氣 英國有慈善機構表示,不鼓勵上述危險造法消暑 警告指,冰袋溶化的水有機會接觸到電機,可能導致消費者觸電 冰袋重量過大,也可能導致風扇熱片斷裂 建議民眾在電風扇前放一桶冰,並盡量遠離風扇 或者像澳洲一個女人一樣,貼石紙在槍上反射陽光 好了,今集講到這裡,多謝收看